随着国家银行把Monspace满星云列入金融警示名单后 19名因为投资Monspace而血本无贵的中国人 千里迢迢从中国自费飞来马来西亚 星期一到吉隆坡金马警局报案 控诉Monspace执行董事拿都司里赖采云 以谎言骗取资金 要求我国政府插手替他们讨回公道和拿回血汗钱 现场每一个苦主都支付了10万到70万人民币的投资金额 但是这一年来连一分钱回酬都没拿到 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受骗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国内 一直在国内 国内呢因为赖采云不是我们中国人 他是你们马来人 马来人呢 我们也找过我们当地政府 但是当地政府就是说是因为 没有他在中国出入的那个 那个也找不到他的那个信息 所以说他一直不敢踏入中国 受害人控诉赖采云以各种方式欺骗他们继续加码投资 当中包括提倡各种货币 成立航空公司 电子币兑换现金 房地产 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等伎量 他们也误以为我国政府支持满星云 所以才会掏出金钱投资 那么我们很多很多中国人几十万的人去加入他这个满星云 Monspace 结果因为一次一次上当 结果我们也没有兑现自己的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全部都来找我们麻烦 搞得我们大家都无家可归 另外外界盛传Monspace由警方和黑道撑腰 民主行动党要求担任Monspace集团高层的全国警察前总长丹斯里穆沙哈山 在24小时内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炮新闻 陈慧欣 黄秀经报导